现在首先把这些送线的给它拖开 然后这个给它拉掉 拉到后面就可以了 让它这个带着同步 同步不能送过去就为止 然后这个棉纸也给它往上拉一点 中风管夹不到就可以 那我们就开一开 这样的话就是不要浪费它的纸和棉 外带要从这里面绕过去 然后再从这边穿上来 再从这里面绕出来 从这边绕过来 绕到这边 再从这边穿下去 一直穿到底 然后这边能守 能看得到能拨的洞 很松了 然后按这个 这边 这个中风点洞 它可以把它 把这个麦能模的拉下去 然后我们按键 从这个档位 在拨上 现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标点没跟上 我们把这个 这个给它对上 这个灯标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这样 我们不是有个黑点吗 然后把它感应到这个 感应到这个点的时候 它会这边的灯会灭掉 说明它就会感应 我们在过去的时候 它灯又亮了 就可以了 这边 这边有个包装显示 一定要打开 跟声标 从这里面进去 密码是6个1 这里面一个功能选择 这边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 然后不跟标 我们按着 这边显示 跟声标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按返回 这边要显示跟声标 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点都没切到这边 然后我们这边有个包装 丢边输入 输入一个数值 像那个50 正负50都可以说 这边还差一点 像这边还差个5个毫米 我们这边就往后下的话 输个-5速 然后这边输完之后 它这边会变成0 像这样的多变成多了 我们这边再加两个 像这样就跟转了 就切到这个点上 什么这个跟标点就跟转了 就是我们这个跟标点 就是根据你的带长 然后你量出来 这边有个包装长度 像我们自己的膜的话是85 你这边就输到个85就好了 85 如果打笔包你这个是90 你这边改为90就好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看ству到封面了 最后再看 升到顶封面 标记得得多了 prices 新添是 没没有 好 感谢观看